接着把镜头转到槟城 飙车组做一件在靠近威省的南北大道非常活跃 并说警方今天凌晨在士布朗在野一带设立路障 取缔违规的道路使用者 威中警区主任陈青山透露 这项取缔行动是联合武吉阿曼警察总部 和南北大道公司共同展开的 执法人员总共开出334张罚单 当中涉及无罩驾驶 入税逾期等等违规行为 另外还有113辆摩托车被截停盘查 警方还下令飙车组 推着摩托车到警局接受调查